新冬协新商机 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冬协节目 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与未来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叶思敏 今天节目我们要持续带您来关心到 是印度的疫情还在延烧 再加上当地的变种病毒 B.E.167搅局 单日的确诊数 继续维持高涨在 三四十万人左右 全国累计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两千七百万人了 各个产业商业活动 现在在当地是面临停摆的 导致四月份印度的全国失业率 不断的在攀升 快速的已经攀升到百分之八了 失业人口数的部分 更是高达了超过七百三十五万人 当地现在已经有超过两亿人 都陷入贫穷了 而由于这一次疫情 实在来得太快了 也加大对印度经济 还有产业的冲击 进一步也波及全球原物料的相关供应链 还记得吗 在美中贸易战刚爆发初期的时候 为了要避免受到关税制裁 很多的厂商 他们把产线从中国转到印度 又或是越南等等的国家 而这回更强的新变种病毒株袭击 对全球民生消费的影响也更剧烈了 将导致国际供应链再度大洗牌 而我们要特别带你来关心到的是包括了纺织产业的部分 印度它身为全球第二大的棉花生产国 疫情冲击当地生产线都是大量的停止的 导致大量的订单转回流到中国还有越南等国 而这些国家面对大量的订单 厂商几乎说是措手不及的 PingPoint的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张智薇 也针对了制造业的部分来做分析 他说因为转单效应之下 目前中国每月出口已经是增加到20%到40%了 而如果印度的疫情再持续的受冲击再升温 那么预期中国这样的成长数据将会持续的延续到明年 好 再来我们也要带您看到的是印度它其实身为第三大的石油进口国 每年石油的进口也占全球的10% 市场原本是预估今年印度的石油需求 马上就可以回温了 谁料到第二波的病毒又来袭击 让印度原油的进口量 本来可以看到是一天大概是460万桶 到今年3月的时候数据中可以看到开始下降了 下降到422万桶 而4月的部分更只剩下了359万桶 预估到5月份专家说还会再变得更少 好 另外我们也要再带您来看到的是其他的石油进口大户 像是日本同样是受到近期的这个疫情反扑影响 他们在施行第三波的经济封锁措施 恐怕让油价再度的震荡 其他国家像是美国的部分 连准会在近期呢 因为他在会议上是表态要缩减购债规模 也都加大了全球的风险资产的波动 其他带你来看到的是台湾和印尼等国 我们一样是感受到疫情不断的在冲击 也降低了石油的需求 因此来看到OPEC原本是预估2021年的时候 石油的消费成长可以高达13.48%的 恐怕都会扑空了 专家忧心 国际油价如果在高度的震荡 将不利金融市场 更会引发全球性的通缩危机 冲击将会是全面性的 今天透过节目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印度新一波变种病毒株冲击下 将如何造成全球产业链的大洗牌 和这一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印度疫情失控 单日税诊数动辄40万人 直接影响生产劳动力 包括了原物料生产也得暂时停摆 身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从上游的原物料到下游纺织厂 产业链完整 2021年出口金额820亿美元 可提供当地4500万人的就业机会 纺织业占当地出口约15% 占全球比重12% 这波疫情冲击 全球纺织产业链千亿反而动全身 恐怕也将重新大洗牌 那这一次因为受COVID-19的影响 那么南亚的地区 那个尤其是防疫 做得比较不好 发生COVID-19的确诊病例蛮多的 那么这些大的品牌 有些他们现在目前 对于这个南亚的下单 的区域比较保守 印度棉花产量降低 加上先前炒得沸沸扬扬的 新疆棉风波 直接反映在棉花期货价格 近一年已经大涨3到4重 预期至第二季底还会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全球零售需求回升 欧美零售商为了确保供货不受影响 将多个原本在印度生产的订单 转单到供应链相对完整的中国 导致中国纺织厂订单骤真 许多业者担心产能跟不上需求 将产线全开加工生产 目前这一波等于是帮助中国大陆相关 像棉制品黄麻制品 或者衣料原物料的产业塑胶类 其实强化他们既有的市场 但是未来如果印度的经济可以稳定的话 印度它相对更低廉的人工 还有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原物料出产国的话 我觉得印度可以回到跟中国大陆竞争 这些出口订单的状态 而其他部分订单也转单 台湾和东南亚国家越南 有越南台资仿制大厂在疫情下 四月营修逆势攀升 达到高双位数成长 对于明年的布局 这些品牌的部分 势必它先要把一些 以往我们越南的生产比例 比重越来越大 尤其有一些品牌受 那个缅甸的影响 还有那个柬埔赛 也是因为受COVID-19的影响 所以将来明年在越南的生产 还有越南的生长的比重 我们会增加 其他冲击较大的原物料还有石油 作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 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印度每年原油进口 就占全球近10% 市场原本预期 印度今年石油需求 就可恢复到疫情前水准 谁知道第二波疫情袭击 变种病毒加速传播速度 冲击当地产业运作 进一步降低石油需求 研究单位统计 疫情前印度原油进口量 一天约460万桶 今年3月只剩下422万桶 4月359万桶 预估到5月还会减少更多 再加上台湾和印尼疫情升温 对能源的需求持续降低 导致国际油价一度跌到 三周来最低点 进一步恐怕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 引发通缩 让全球经济恐怕陷入恶性循环 这一波对于整个东协 东协 东协 全世界 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来自 需求不足 对于印尼甚至是其他产业国来说 都是双重的 疫情冲击下 印度商业活动面临停摆 内需疲落 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震荡 这场经济风暴还在持续蔓延 环宇新闻蔡宇志 叶思敏台北 采访报道 好 新冠病毒持续的肆虐 印度每日的确诊数都暴增 三四十万人 然而这时候却出现了一种 伴随新冠病毒的罕见疾病 叫做白霉菌症 致死率甚至高达50% 许多的患者为了保命 甚至只好去紧急地来栽除眼球 鼻痘 眼眶 鼻脑部 这些伴随新冠病毒的罕见病 在印度越来越多 这三种症状都非常危险 但这究竟是什么病呢 疾病中心表示 白霉菌症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感染 一旦染上会影响鼻痘 大脑和肺部 导致患者鼻子发黑或变色 脸颊肿大 眼眶发红 视力模糊 剧烈头痛 胸痛 呼吸困难 咳血等等 有些则是因为牙齿痛 去看牙医时 发现整个口腔已经发黑 虽然白霉菌症并非新的疾病 但伴随新冠肺炎 却对病人造成严重影响 死亡率高达50% 而新冠病患是如何感染白霉菌症呢 首先新冠病患的免疫力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下降 接着服用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 像是肋固醇 新冠药物等等 让已经很虚弱的抵抗力又再次下降 而糖尿病患则是因为服用肋固醇 血糖上升 身体虚弱 加速了白霉菌症的感染 目前马哈拉斯特邦 有约200人感染白霉菌症 至少8人死亡 更有许多人为了保命而摘除眼球 印度疫情持续延烧 在北方省医所大学20天内就多达44名教职员染疫死亡 让校长召集写信向政府求援 印度疫情不但严峻 还有持续扩大的迹象 而疫情下的老百姓也很难生活 因应疫情 印度多地实行封锁措施 但实际走入当地市集 依然有许多人没有戴口罩 拥挤的程度更是完全无法保持任何社交距离 民众的防疫意识显然很薄弱 这场疫情危机对印度政府而言 着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环宇新闻 图文君综合报导 好 就是因为印度的疫情未凭更惨的是 新冠肺炎在当地并发出一种名叫 毛眉菌症的罕见疾病 会导致病人剧烈的头痛 还有双眼红肿最终甚至恐怕得摘除眼球才能保命 想请我们请国际中心的记者徐立山来带我们了解 这与新冠肺炎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 医师说感染毛眉菌病的人 多半是新冠肺炎康复的男性患者 而且多数人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曾接受过肋固醇药物的治疗 都知道肋固醇能阻止免疫系统 在对抗新冠病毒时过度运转造成的伤害 不过同一时间这种药也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力 然后提升血糖浓度 所以原本就患有糖尿病或免疫力本来就差 比如得到癌症或者是艾滋病患者 就很容易病发这种名叫毛眉菌病的罕见疾病 也就是空气中的菌类刨子会趁虚而入 清洗病人的鼻痘 脑部 甚至是肺部 进而出现流鼻血 鼻子发黑 甚至扩散到眼球出现发红肿胀 视线模糊等现象 很多人不得已只好摘除眼球保命 但如果侵入肺部 就可能造成胸痛 呼吸困难 甚至是恶心跟渴血等现象 估计致死率高达五成 目前知道印度已经有超过万人得到这种毛眉菌病 好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了 包括了印度 泰国 还有越南 很多都是原本是东南亚国家的防疫资优生 在这一次都兴起了新一波的变种病毒疫情 眼看国内的疫苗不够打 就有旅行社业者是看准商机 他们推出了到欧美国家接种的疫苗旅游 不过细看这些宣传 很多的资讯其实都不明确 甚至风险还要旅客自己去承担 一样的我们请栗珊来带我们了解 好 我们就来看越南 有旅行社推出了到美国打疫苗的套装行程 一共八天七夜 包含了入住三星级饭店 接种一剂浇生疫苗 旅费估计要4500万越南盾左右 噱头是有了 不过细节藏在魔鬼里 这个价钱并不涵盖 回国后的入境手续办理 还有筛检费 机票 跟入住防疫旅馆的21天费用 为什么业者没公布因为回程费用是波动的 如果加上去行程总价可能会翻倍 来到1.7亿的越南盾 诺差之大就招来了官方关切 说资讯不够充分 必须暂停宣传 再来泰国业者也有推出类似的疫苗旅游 目的地一样美国 但不管是双人价还是单人价 要注意都不喊来回机票跟返国隔离费 而且去国外打疫苗如果出现副作用 保险是不理赔的 另外官方更说了 现阶段疫情发展变化的相当迅速 即使有美国签证也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最后是印度 我们直接来看宣传广告 到英国打疫苗 四天行程 包吃包住还包玩 可以去看各个的民胜景点 另外还会提供一些个人的清洁跟防护装备 不过能不能打疫苗呢 要等英国的国民健保署点头 费用呢一样不确定 如果到美国四天行程都住四星饭店 含转机费的话是要价快15万卢比 约2000美金 但能接种吗 上面小小的字同样写着要FDA何可才行 其实以美国为例呢 有的州就规定 只有永久居民或有工作证的人才能接种 不过有的州是只要出示护照就可以打 但种种风险跟可行性 旅客真的要再三思量 好 昔日的防疫之优胜 越南单日的确诊数 现在动辄是数百人 再度创下从去年1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尤其首都和内市更是要求餐厅还有饮料店 在当地时间25号中午的12点开始 都只能外带了 而另一方面因应北疆省政府的防疫措施 当地有许多的工厂是暂时停止运作的 而这当中包括了台资企业就是鸿海的越南厂了 因为防疫有成 鸿海是表示当地政府在视察子公司厂区后 28日起将其列入首批优先恢复生产的企业名单 另外我们也要带您关心 越南当地目前的疫苗接种状况 是从3月8号开始陆续去完成了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 目前超过了103万人都已经接种完毕了 预估当地到年底就可以获得1.1亿剂的疫苗 详细情形我们带您了解 越南疫情急速升温 随着疫情持续延烧 首都河内市要求餐厅以及饮料店 自当地时间25号中午12点起直线外带 包含理法厅以及美容院都得暂停营业 居民也必须停止娱乐活动 包含在公园以及公共场合群聚 或是运动都将违反防疫规定 越南4月下旬再现新一波本土疫情 至今不过约一个月的时间 就近2800人确诊让当局提高警戒 河内市长表示 只有从其他省市回到首都河内的所有人员 抵达之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进行健康申报 郭官员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目前河内相会考虑要实施社交距离的限制措施方案 新加坡的小贩美食文化拥有高国际知名度 初期因为卫生欠佳 政府于是设立了小贩中心集中来做管理 也慢慢成为新加坡一项人文特色 但是顾客留下的餐盘没能快速清理 在炎热环境极易造成卫生的隐患 更多细节广告回来 我们带你了解 来看到560年代新奇的新加坡 小贩美食文化 由于初期卫生欠佳 政府于是设立了小贩中心来做集中的管理 也慢慢成为新加坡的一项人文特色 但是顾客他们留下的餐盘没有能快速清理 这样子在炎热的环境之下 很容易就会造成卫生的隐患了 于是新加坡政府最近是要实施新法 强制规定 时刻在用完餐之后 他们必须要自行的收餐盘 清餐桌 否则就要寄出最高换算新台币 四万两千元的八块 大火快炒香气四溢 集结各种异国小吃的小贩中心 吸引全球掏客 体验新加坡多元美食文化 这项特有文化在去年底 成功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即使有这项光环 恐怕也难掩盖小贩中心 长期留下的文化污点 一小时在一家中心中心 我们可以变成300万不返回荡 那你感觉如何 非常害怕 药物质可以带药物质 像E.coli 卫生 从前一刻 这些可以带到 其他人没有保护 早在2003年 新加坡就大力推广 自己的餐盘 自己受运动 为了提升小吃文化的卫生观感 与国际形象 今年六月 国家环境局 还要实施强制顾客 整理桌面的新法 缓冲宣导期 共三个月 而从九月开始 违规的人 恐怕就要吃上2000新币 相当高达 4万2台币的罚款 但消息一出 不少民众掀起反弹 这样多盘 人弄到来 谁要弄 我都花钱买东西了 他要叫我收 除非他有折扣 过去三个月 宣传单位好说歹说 愿意收餐盘的人 也只从33% 提升到35% 店家还受到顾客怒火火急 多数人抱怨 罚金太高 严重优给清洁人员处理的救息 也难改 我遇到一个最难听的一个顾客 他是讲五毛钱给你还白金 环境局官员表示 清洁人员都是大龄劳工 加上正值疫情冲击 卫生标准都得达到最高 才能让小贩中心继续经营 而让顾客自己收餐盘 已经是最能有效率 使用清洁人力的方法 民间学术机关也有专家 利用科技开发提醒 收餐盘的侦测器 经过实验证明 装了侦测器的桌子 收盘率有66% 比没装桌子的高出13倍 专家表示 比起罚钱 唤起大家羞耻心 更能有效解决 残盘卫生问题 如果政府与民众能一起合作 不只对公共健康好处多多 也有望成为疫后时代 新加坡吸引更多游客 到访的观光优势 环宇新闻 郑宇轩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 转到菲律宾 当地政府为了要加速疫苗 接种 马尼拉郊区的卫生人员 是特别动员 为行动不便 还有有需要医疗照护的一些 弱势族群来做到辅的接种 医护人员会深入 这些高风险的社区 来逐户敲门宣导 要弥补疫情防控的 任何可能缺口 卫生人员逐户敲门 菲律宾疫情肆虐 医护人员深入郊区 高风险社区 要防堵防疫缺口 81岁的老父在卫生人员协助下 终于完成接种 菲律宾近来 扩大疫苗施打 锁定高风险族群 这波免疫行动 针对行动不便 需要照顾约500多名的弱势群体 让他们免于暴露 染疫威胁 但同样备受考验 菲律宾国内接种意愿低落 约有六成的民众拒绝疫苗 只能靠卫生人员 极力推广走进偏乡 跟东非国家坑雅一样 肯尼亚医护人员 带着疫苗进偏乡 不少村民感到十分意外 当地医疗资源落后 多数人只能消极面对 医护进驻也带来希望 医务人员徒步越过各个村庄 要所有人都能接种疫苗 疫情反复延伤 就怕有漏网之余 再度引放 疗源危机 华语新闻 严馨仪 最后报道 说说东协市 带您花几分钟的时间了解 东协国家现况 首先带您看到的是 印度针对了社群媒体 祭出新的规定 26号开始正式生效 相关规定包括 印度的政府要求 来删除特定言论等 此举也再度的引爆争议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 新加坡的疫情延烧 社区感染数不断扩大 感染群已经扩大到24个了 而由于当地疫情升温 原本26号启动的新国香港旅游泡泡计划 也再次延后 双城将于新加坡高度的警戒封城之后 再延商重启的计划 最后带您关心到的是 印尼的新创独角兽造车平台 和电子支付公司 GOLJACK和本土电商 TOKOPEDIA来宣布合作 新公司名为GOL2 市值上看180亿美元 是印尼最大笔的合并交易案 也是境内最大的科技公司 以上是本周 看见新东协的节目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要带您关心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疫情再升温 尤其特别来关心到的是马来西亚 都还来不及摆脱 去年第一波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 现在变种病毒又来袭击 专家预估 马国政府如果再持续的寄出 全国封锁计划 预估当地会有四成的中小企业 都面临倒闭 更多细节 下周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节目后也欢迎您搜寻 环宇新闻网 又或是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看剪心东斜节目 而我们的影片也会同步在网络上上架 欢迎您来留言互动 我是Yasmin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